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的FBO在直播 那也很欢迎其他好朋友们一起呢 来上线跟我们留言分享心情 那在今天节目后半段 除了刚才说到这个心情音乐盒的单元之外呢 那同时呢一样有我们的窗外有蓝天的完整版 那今天这个窗外有蓝天要跟我们谈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要说到啊 平常我们常常听到大家说要精进要精进 到底怎样子才算是精进呢 那如果说精进的话 怎样子才算是懈怠 那精进跟休息还有懈怠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故事呢 那今天也会在这个窗外有蓝天里面 再提到一些新的面向 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也很欢迎好朋友一起到线上呢 来分享您的一些小小故事 那像我啊 最近之前呢是有听到人家有说 就是平常啊 如果说换一个工作 或是换一件事情做 可能呢就算是一种休息 所以呢常常看到我们很多的志工啊 参与一诊啊 或是到环保站去做环保等等 就是在工作之余 或是平常可能有很多的事情要忙碌 但是呢或是文法之后 那就利用一点点时间呢 再转换一个位置去做其他事情 那用这个做志工的方式呢 来身体力行 那其实对许多人来说 也是在精进 也是一种休息 所以呢 其实看到我们的慈禧之工们 天天啊都是擦满慈祭面霜 就觉得 看了都觉得好温暖 好开心哦 那因为每个人都常常灿烂的微笑呢 也是一种 就是可以带给大家 温暖心情的一种感觉 所以呢 就算说您今天可能心情不好 看到别人微笑的时候呢 您或许呢 就会突然间觉得 好像心情有点开阔了 所以呢 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呢 一起上线来分享哦 您是怎么这个 呃 长宝金进心啊 或是您都是怎么让自己 一直能够擦上您的慈祭面霜 那今天呢 我一开始呢 还是要为大家来进行我们的 新闻扫描 首先呢 一样是来带大家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 中央气象局指出今天风面南移 移到了这个巴士海峡上方 那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整天呢 气温都是偏凉的 那受到水气移入的关系 所以呢 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呢 都仍然是有局部短暂震雨 或是雷雨的状况 那经过气象局观测 迎风面的北部 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呢 也会有一点局部的短暂震雨的几率 那中午过后呢 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 所以请民众呢 要多加注意哦 那也因为受到这个东北风影响 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偏凉之外呢 这个高温大概是在25到26度 那其他地区高温则是在27到31度 那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2到24度 那另外呢 中部以北东半部包括了蓝雨绿岛 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呢 都偶尔会有这个强震风的出现 那请海边的活动呢 要多加注意 再来也关心到空气品质的状况 根据行政院环保署的空气品质预报显示 白天呢 全台都因为受到这个降雨洗除的作用影响 那空气品质呢大多都是良好到普通等级 但是晚间可能降雨的情况呢会比较趋缓 再加上风速比较弱 那中部以南靠近这个弱风区的地方呢 污染物就会容易累积哦 所以呢北部竹苗宜兰花东地区 还有澎湖地区呢都是良好等级 那中部云嘉南高平地区还有 马祖金门地区则是普通等级 再来关心到澎湖哦 最近出现了呃 B型流感的群聚环境小规模的流行哦 那公司医疗院呢 呃都就是都有发现有零星的这些求诊的病例 那澎湖县正呃澎湖县政府卫生局表示 也已经有提供了客流感疫苗接种了163位 并没有传出这个爆发集体流行的状况哦 那在这个澎湖卫生局副局长有提到 澎湖地区呢从5月初开始呢 包括了学校社区还有部队呢 都先后有传出这样子流感人数的这个趋势 那也考虑到可能是这个都是群聚的环境 所以呢只要有一两位发生有流感的状况呢 多少都会互相感染 那目前为止大多呢是掌握通报了 呃大概有20个流行群聚 那也获得了这个中央公费 补助的呃中央公费的客流感疫苗注射 那其中发病的人呢都已经有使用客流感的药物 总共有163人 那彭湖县卫生局也表示这一波的流感的病毒啊 主要都是透过肥膜传染 那会造成上呼吸到感染 那潜伏期大概是1到4天 那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头痛肌肉痛疲倦流鼻水 喉咙痛跟咳嗽等等 所以呢如果说您刚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要尽快去这医院来做检查哦 那这个呃卫生局呃卫生局长萧敬荣呢 他也提到了呃也提醒民众不要轻忽这样子一个流感的一个威胁哦 因为出入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像是我们这个澎湖就是也是呃旅呃很盛望的这个地方 那要做好手部的卫生跟咳嗽的理解哦 就是呃呃民众如果说您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像咳嗽等等的话 就要戴上口罩会比较好 那也要养成这样子正确吸收的观念 那生病呢就尽量是在家里休息维持正常的作息 可以比较有效的预防流感跟降低将社区传播的风险 那大多数的患者呢都已经就医服药了 那休养过后呢也可以自行恢复 但是呢如果说您是可能65岁以上的长者 或是有慢性疾病的呃慢性疾病或是呃这样子的病患的话呢 可能就是我们流感重症的高危险群哦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旦有出现这样子一个流感危险的征兆的时候 就要赶快进宿的去到呃大医院来做呃治疗 那以免引起这个重症或是死亡 那一旦有疫情扩大流行的情况呢 那卫生局跟卫福部机关署高平地区管 高平区管中心防疫医师已经有讨论了 也会开放这个预防性的用药 另外刚才提到的是这个B型流感的部分在澎湖 那国内呢这个今年已经累积了12例的肠病毒哦 也有并发重症的病例 以今年是以这个71型为主 而这一型的肠病毒个案数呢 已经高出了2016年到2018年同期的这个数字了 所以呢 那肌管署也有预计哦 可能本周呢就会进入流行期 那最新的一名个案是呃 北部的一位两岁的呃男童 那还好这名男童呢 已经在治疗以后恢复健康出院了 那但是呢 那机关署监测的资料也有显示哦 上一周的这个呃 国内肠病毒人次呢 一共是1025人 那比起前一周已经上升了百分之16.8哦 所以即将呢会突破这个流行预值 所以预计这一周就一定会进入呃 流行期 那也提醒家中您有幼儿或是呃 呃小朋友的民众呢 这些一定要特别注意手部的卫生 那外出返家的时候碰到呃 碰到这些婴幼儿之前 我们也要记得先洗手 那也要记得呢 换下外出的这个服装 那避免传染病毒 再来呢就是要跟官呃 跟大家分享一则温馨的新闻 台东呃花 温馨的新闻 那慈济人医会呢在台东每年 每半年呢就会举办一次牙医的议诊哦 所以在今年呢是在5月26 26号到27号 5月25号到26号的时候呢 也有到这个我们的呃 创世基金会台东分院来为这些病友植物人清洁口腔 那两天行程是非常的紧凑哦 那从这个布置管线呢 从到这个呃装置器材到看诊 人医跟志工们都是展现了绝佳的默契来照顾这些弱势朋友的身心健康 由北州南东各地成员会合 此界仁医会再次不辞条条路程 为安养中心举办牙科议诊 驾设医疗参观器材多年的经验老到 经过医疗局过滤 然后再经过紫外线杀菌 那空气出来品质应该比较好 那对病患医疏会比较好 待诊区带动囤康带来欢乐 希望他们可以动着手跟脚伸出来 跟着我一起活动 把欢乐和歌声带给他们 才从东非议诊反台的医师夏宇员 一放下行囊马不停蹄赶来 为创世纪的人服务呢 我觉得可以让他们的口腔维持清洁 那那个让他的家人更容易亲近他们 从两个角度来看 那个在东非的人呢 是第一次他们看到医生 那我会觉得我很荣幸 担心两边行程有冲突 夏宇员也先行邀约 在彰化职业的医学院同学张文达 这里的每个人都太好了 大家常着做事 不需要我说什么自然就有人来帮忙 所以说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而且做完了整个衣服都湿了 累了很累 但是累得很舒服 我觉得活在当下就是 有能力有时间多做一点 这样就好 生累新婚喜 彼此相互补胃 完成爱的使命 戴行文这些美志工 沈樱芳 曾文龙 陈启峰 台东报道 刚才我们看到新闻 就是我们的医生们一起到了台东来做这个 疫诊的部分 那其实这背后呢 刚才有听到夏宇员医师的分享 真的是有一段很温馨的故事 因为呢 前阵子 此际在东非 莫三比克进行了四天将近五千人的疫诊 那圆满的结束以后呢 有三位医师就从东非一回到台湾 马上就在5月25号傍晚呢 不约而同的搭上了通往台东的火车 那因为在这5月26号要给创世基金会 台东分院的职务人们来做疫诊 那三位医生呢 分别是高雄慈济人医会 叶天浩施医师 然后台北慈院夏艺染医师 还有花莲慈院李邦医师 那此外呢 在26号也有很多 我们来自北中南东的慈济人医会呢 前往一起来为院民来做医疗服务 那一个院民呢 就需要十几位来包括了医生 还有护理师 还有牙筑等服务 才有办法来做这个疫诊 然后来做洗牙 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治疗 那总共有34位的院民呢 得到了医疗服务 那其中的这三位医师 其中一位是叶天浩医师呢 他分享了 他从莫山比克一诊呢 是在两周前就要先前往场刊啊 走进瘧疾啊 艾滋病还有肺结核 频频传出的这个部落 那也看到了当地的人民的医学尝试 其实是相当不足的 那伤口经常是没有处理好 或是乱擦牙膏 那是让他非常的心疼 那其实这一次呢 来到了台东 为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 做疫诊呢 是一个承诺 因为这里的院民呢 主要都是长期卧床啊 可能会引起了很多的这个露窗 那因此呢 半年一次就是要来帮他们看诊 要帮他们清床 那这一次也有发现哦 之前看过的伤口 因为经过这样子 在这边的这些护理师的照顾 伤口也有比较小咯 真的是很值得庆幸 那在东非一诊的四天呢 牙科里面是最少的时候啊 只有四位医生 那每一天呢 都有一两百人来看诊 就是看到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呢 其实很满在这个时间内 就把这些人的这个牙齿都看完 但是呢 因为这群非洲的人民 可能一辈子就看这一次的牙医 所以呢 牙医师们都互相打气 要一起沉下去 所以其中一位就是我们夏宜然医师呢 就提到在这个非洲遇到很多 第一次看牙医的人 那平常在台湾看诊 一周呢 可能是拔大概四到五颗的牙齿 但是到了非洲 曾经是一天拔了五十几颗的牙 那夏宜然医师也提到 如果说要知道天堂是什么 只要去过一次非洲 就可以知道原来天堂就在我们的身边 那尽管呢 是在这样子一个东非的议诊 是非常辛苦之外呢 但是在25号回到台湾以后 马上呢 就直接搭上火车 连家 过了家门都没有回去 那直接从桃园搭到台东 那第一次呢 到台东议诊的夏宜然医师 他就表示说 知道台东创世的植物人 是很需要牙科的治疗 所以之前呢 就已经有报名了 那这是他的约定 所以他一定要来 那另外呢 还有一位这个牙科的 有参与牙科议诊的 就是李邦医师 那他也是东非议诊团的成员之一 那一早呢 就看到他为植物人看着 依旧是非常精神抖擞的哦 那也很热情的 跟这些院民来互动 他就说 阿公我来帮你补牙好不好 好的话呢 就眨一下眼睛 那下一次我们再来好的话 请眨两下 那没有办法动的这个万阿公呢 他就也配合的眨眨眼睛 来回复医师 看起来真的是很文心 那李邦医师呢 也有表示很感恩 这一次呢 从各地各区呢 来的医师 还有护理师跟雅筑来帮忙 尤其是要铺这个专业管线的部分 是非常前行 而且要非常的用心的 那创世基金会的台风 台东分院 王玉凤院长呢 也表示 平常他们都会帮院民来刷牙 那有一些比较专业的 接牙 口腔 渐渐等等 都还是需要 专业的医师来帮忙 所以呢 很感恩 慈激人医会呢 愿意每半年呢 就来一次一诊 那他们的愿民 慢慢的口腔 也都越来越健康 那肠胃道的疾病 就变得比较少了 所以这对家属而言 是非常大的一个服务 非常感恩 那创世基基金会 那创世基人医会呢 是一群想要回馈 社会的医疗专业人员 组成的 那平时呢 在当地 可能就会为一些 医疗不足的民众来看诊 那有必要的时候 就会配合 创世基症灾团 到海外去一诊 所以今晚是不同的医院 跟诊所 但是医病跟医人 还有医心 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 这首歌是 《抬酒线上的爱》 那歌曲结束过后呢 我们就要进入 《窗外有蓝天》 《窗外有蓝天》 然后《走避 MARTINFORT》 一群生命的守护者 闼锁在《太久线上》 郭王公 今晚有咖善三 restaurant 中共 我在家 今晚有咖善与 伤的人 是渴望 离非 回答 乖 今晚这 祇 Penny 不要喝酒,不要再吃檳榔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歐伊末有望 歐伊末有黑 守護生命的愛 無處不在 是過早大 下白衣地救護你 春風對著愛 來到處邊 一生好須熱 心愛過家 平常就有人來關心 映是愛的太好吃 一生好須熱 心愛過家 老婆 你朋友比較早嗎 移動的意料 想漫步 天空的繁星 照亮這都無聊的深山 光滑雨滴 寧為舊山川柔 天天地地的愛 走進山頭和部落 展開翅膀 守護生命的愛 總不間斷 歐伊末路安 歐伊末有黑 歐伊末路安 歐伊末有黑 歐伊末路安 歐伊末有黑 守護生命的愛 無處不在 太久 天上的愛 永遠都在 天一撐 늘誤然 orcifer 情有些故事 在红尘中 我们学习着怎么过日子 日子安稳了 在累积的经验里 就开始反观自省 走呀走的 有时候就迷糊了 烦恼重生的时候 看看窗外 窗外有蓝天 原来天下本无事啊 欢迎收听窗外有蓝天 我是品鱼 也欢迎我们的主讲人文如师姐 文如师姐您好 品鱼您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 想要来问我们的文如师姐 跟精进有关的事情 精进 到底怎样算精进 凡事积极进取 就算是精进 还是说要怎么样分别 精进跟不精进 所以是两个问题 对呀 原来你用一个问题 然后告诉我是一个问题 原来是两个问题 对 积极进取算是精进吗 其实不同 那积极的意思是 你很努力进取 非常的热心 不惜耗费自己的体力啊 精神 那精进在佛学上来讲就是 坚持修散法 断恶法 毫不松懈 毫不懈怠 那如果说 你天天把自己的发条 搅得紧紧的 这种太照进 和紧张求好的心情 就不能算是精进 因为长时间下来 很容易就会起烦恼心 后继无力 那什么叫做不精进呢 你应该常会看到 有的人只要有一点点不舒服 他就不参加活动了 就不打坐了 就不看筋了 就不求用功了 那推三组四呢 就找了一大堆理由啊 让自己少花一点力气啊 那总是说 等我身体养好一点吧 比较有精神呢 再来好好的修行啊 那这样的人啊 一辈子都不可能 好好的修行啊 那真正的精进是 吸水长流啊 虽然水的流量不是很大 但是它就是持续不断的在流动 正确的修行心态 就是要把心情放松 然后把身体放松 所以其实精进 是要一个持续在做的 不是说有一点点的这个 可能不方便了 然后就停滞这样子 对 真正的精进是要 一直持续的在做 那有一句话说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但是感觉要常常保持精进心 是不是就不能休息啊 那休息 怎样的休息 可以不算是懈怠 好问题啊 说到精进和休息啊 对 让我想起以前 有一位法师 他说了一段 他在年轻的时候 修行的往事啊 他说啊 他在年轻的时候啊 身体很不好 那那个时候啊 就有几位很用功的 这个同窗的道友啊 就非常的精进啊 睡眠的时间很少 那非常的用功啊 那在他那个年轻的时候啊 那在他那个年代啊 民生物资是很缺乏的 那同窗津津的好友 打坐拜佛的时间都很长啊 那还常常告诉他呀 他说 老兄啊 你这身体比我们差呀 什么时候会死都不知道啊 那还不赶紧用功啊 等死期到了 你就来不及了 那 法师说 从他们的角度啊 来看他是没错 但是啊 他们总觉得 法师就是一个 不太精进的懒骨头嘛 对 因为法师他虽然很用功 但是在该睡觉的时候 就睡觉 该饮食的时候就饮食 感到生病了 他就去看病 结果啊 他那些精进的同窗们啊 就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用功死了 而法师呢 他一直活着 他的一生自立于佛教 没有松懈过啊 他说啊 他知道自己的体能啊 也知道自己的心力 所以总是在 带着几分勉强 又绝对不是十分勉强 情况之下 全力以赴 尽心而为 最后法师啊 他还自我讨论 他很客气的说 他说 我 虽然不能算是 真正精进的 好榜样啊 但也不算是坏例子吧 我记得前阵子啊 我的学长就写了一段话给我 我看了的时候 是觉得体笑皆非 仔细想了一下 也不是没道理啊 他的写的话里面 有些蛛丝马迹 其实是很有趣的 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好了 但是我知道 我们的听众里面 有很多的大一王啊 希望以下学长这段话 你们就不要太放在心上啊 就当个笑话听听好了 因为学长的这段话 他是这么写的啊 念给大家听 他说啊 我的医师告诉我 要吃得健康 才不容易生病啊 我的医师告诉我 要每天运动 才能拥有健康啊 我的医师告诉我 要常晒太阳 才不容易骨质疏松啊 我的医师告诉我 要想长寿 一定要心平气和啊 他告诉我的这一切 我都还没有完全做到 但是我还在啊 他告诉我的这一切 他都做到了 但是昨天他走了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笑吗 好像有点残忍啊 我想精进 跟不精进的调整 是很重要的 因为精进而悟到嘛 这是一件好事 那值得恭喜啊 但是请千万不要 因此而自得意满啊 那还没有找到 自己精进节拍的人啊 也就不要因此就气虚了 调整到最适合你的 那个频率 心无怪的向前走 那就是你最好的修行啊 哇 感觉是很有帮助了 所以看来我也要开始 精进 先祝婚娘 那我想问我们 完全世界哦 就是当我们在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 或是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 心都不会觉得累 好像可以不断的 一直在精进 然后更精进这样子 然后一直督促自己 要精进 但是遇到 很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就会想要偷懒 这种时候怎么办呢 你说的这个好像比较 接近积极吧 不算精进 因为有所选择嘛 不是全面性的全然接受 那精进的态度 不是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 去看到个结果 得到好处 基本功就是在平常的日子 就要有恒心 毅力 去做每一件事 那你说 它是个训练吗 应该是 因为我们在潜意识里面 总是会躲避 我们不喜欢的 那开心的接受 我们喜欢的 知道 如果说了 如果我们说 反过来 欢喜接受 比较不喜欢的 而去面对 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也不会有太大的 情绪波动 那心情放松呢 肢体自然就放松了 那日子久了 这种训练 就可以变成了一个 自然的反应 也就前面我们所说的 基本功 就像之前 有好朋友来我们家 在散步的时候 我们就聊到了 医生的规定 我觉得我今天 好像都一直在谈大一话 因为朋友的先生 身体不是很舒服 就说有很多食物 他是不能吃的 于是他就请教了一个医生 他说 那我应该要吃什么呢 那医生就回答他说 吃你不爱吃的食物吧 我觉得这位医师 真的是有好智慧 一语惊醒梦中人 大家在刹那之间 就被敲醒了 原来在无意之中 这个执着就被定型了 所以其实刚才说到 这个身体不舒服 有很多时候不吃的东西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东西 就跟我们平常 就是太过执着 做在一些事情上 就会忘记可以去做的事情 那感觉精进其实是一件好事 可是有没有可能弄巧成拙 精进过头会不会变成一件不好的事情 如果说要做到精进 怎样才算是真的精进呢 我怎么觉得你在留后步 帮自己找理由呢 过度的精进 真的是很容易就让我们遭动 不安 那心里也会陷入一个慌张 平静不下来 那很多人觉得是一件好事 不是应该一鼓作气吗 说到一鼓作气 前阵子 我有一位读军校的学生 就跟我谈到这件事 刚好跟大家分享 他说老师啊 我最近看的左传装功十年 我听了就肃然起敬 那里面 那一段里面就说了 福战 勇气也 就是说战争这个事情 勇气也 一鼓作气 载而衰 三而劫 比劫我赢啊 那这段话说的就是说 这个故事在讲 是在春秋的时代啊 齐国去攻打鲁国 那鲁国的君王鲁庄公呢 他就准备要亲自领兵啊 去出击 那这个时候有个叫曹贵的人啊 就主动要求他跟鲁庄公 一起去迎战 上了战场 那当齐鲁两国的这个军队 在战场上摆好那个正式以后啊 这齐军他就击鼓啊 就进攻了 那鲁庄公啊 他想你击鼓 我也击鼓啊 他就准备也要前进了 那但是啊 连着两次呢 他就被曹贵给劝阻下来 拦下来了 一直到了齐军第三次击鼓的时候啊 曹贵才让鲁庄公下令击鼓 然后进军 结果就把齐军打得落花流水 大败而去啊 那打完了胜仗之后 那鲁庄公就问曹贵啊 这个为什么会赢啊 为什么会打胜仗呢 曹贵说啊 打仗的时候凭的是一股勇气啊 所以我们刚刚说一股勇气 那勇气呢 是会使人产生一股力量 那齐军在第一次击鼓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勇气是最足的 在巅峰了 第二次击鼓的时候 勇气已经有一点点衰退了 到了第三次的击鼓的时候 勇气已经完全衰竭了 那鲁国在这个时候是第一次击鼓啊 那勇气最足啊 所以一股作气就打败了齐军啊 那这个比喻是告诉我们说 凡事要趁刚开始的时候 精神振奋的去做事才容易成功啊 那我就跟我的学生说啊 修行和作战爱菩萨 这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故事真的很好听啊 但是这个比喻不恰当啊 也不是用啊 他听得蛮气馁的 我们平常在静坐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你的精进力过度了 那很快的你就会头昏脑脑 你可能会感觉到 甚至会有一些疼痛的情况都会出现了 那这个就是力气用的过度了 也就是说力气用的太饱了 那法师说啊 一般定根呢 定根太强而精进力不够啊 人都会懒洋洋的 很懈怠 经常会无精打采的 就过于层次了 那心层次不前的时候 不向前的时候 就是偏于过度平稳了 那稳到不会动了 定过头了嘛 因此 因此定根和精进根是要很平衡的 定根和精进根平衡 那用一种最恰当的话来说 就是稳了之后再前进啊 精进是在和缓之中有动作的 在进行的 不是躁动 也不是不动 就好像流水一样啊 在佛经中啊 有这么一个故事啊 故事里面是 有一位种花的人啊 他把进贡给王公所剩下的鲜花 就拿到市集里头去卖 那有一位外道人就问他 你这盆花多少钱我要买啊 这个时候啊 屈达长者也说 我愿意出个好价钱 请你让我买吧 那看见这两个人互不相让啊 甚至开始竞价买花 那这个卖花的人 他就觉得很好奇啊 他就问说 请问呢 你们两位为什么要 为什么需要这盆花呢 那外道人就说 我需要这盆花来祭天啊 求神四福啊 那屈达长者就说 我要去见世尊啊 见佛陀啊 我想以这盆花来表达 对佛的恭敬啊 那卖花的人就问啊 佛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既不是天也不是神 为什么你要这么恭敬的 去供养他呢 那屈达长者就说 佛陀是人啊 但是他和一般人不同的是 他能够透彻 世间的万物真理 那用觉悟的这个智慧呢 度化迷茫的众生啊 引导我们人走向正向啊 那卖花的人呢 他在心里最想 虚打长者啊 他平常就是一位慈祥 而且很慈重的一个长者 而今天竟然会为了一盆花 却和人家竞价 那可见呢 佛陀一定是一位大抉择啊 于是啊 他就决定 就跟随虚打长者 去见佛陀啊 他说 对不起 这盆花我不卖了 我要亲自去佛前献花啊 那卖花的人 见到了佛陀 恭敬的顶礼的时候啊 哎 好奇怪 他手上的花瓣 就飘啊飘 飘到佛的头顶上 就结成了花盖啊 那他顿时觉得心灵 就充满了无限的欢喜和清静啊 于是他就对佛陀 就表达心中的一个愿望啊 他说 我希望能够随佛修行啊 就是我们常说的 常随佛学嘛 让云云众生 有机会能够皈依正法 解脱满心的烦恼啊 然后呢 他转身合掌啊 就感恩虚打长者说 希望将来 我也能够像长者一样啊 接引无数的人 去文法修行啊 那佛陀听到他的话 就很欢喜地对他微笑啊 在场的弟子也觉得很惊讶啊 一个卖花的人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气呢 佛陀说 卖花的人啊 将在无量节中精进修行啊 如愿成为比丘啊 将来也是能够亲正菩提 受祭成佛的啊 那上人告诉我们说 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面对很复杂的认识物 要时时调整好心念啊 保持欢喜啊 感恩的心啊 把握当下来发挥这个良能啊 那我们在 普贤行愿品里面啊 我们看到说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厌啊 那说的就是说 精进的意思啊 精进又可以分为两种啊 身精进 身体啊 和心精进心理啊 身精进指的是 很勤快去做事啊 做善事 诵经啊 拜佛啊 讲经啊 这些都是身精进啊 那我们今天说的是精进心啊 也就是心精进啊 心精进说的是 我们的心念中要思维 去想善法 而且要念念相续啊 不要掉到不好的境界里面去啊 那平常的日子里面 不论是做什么事情 就像行住坐物啊 我们的心都不会离开佛法 就我们不会离开佛的教化 那心理时常去观照啊 自己是不是 一切都做对了 是不是都在正法之中啊 没有偏离 那如果都做到了 这个就是心精进啊 那精进的过程中 常常会碰到很多的干扰啊 我们今天讲的嘛 公事啊 家事啊 就交缠在一起啊 有时候啊 甚至是病苦的折磨 困扰 有时候忍不住啊 就会怀疑起自己 为什么我越精进啊 困难反而越多呢 既然这样 还不如不要精进好了 当下就会起了退转的心啊 这样是不对的 上人告诉我们说 修行要细缘修心 上次你唱过嘛 借事练心 随处养心啊 这句话就像呼吸一样 就随时跟随着我们 希望我们在一呼一吸之间呢 千万不要忘了 我们都是佛门的好弟子啊 所以其实上人就常常说 佛法就在生活中 要把佛法做在生活里面 用在生活上 让我们时时都可以在 平常日常生活中 都让法充满着我们 所以呢 精进就是要 常常 不是只有一下子 一下有 一下没有 要每天都有 这样才能算是精进 嗯 就让佛法生活化 对 就这样子了 对 感恩文如师姐 我们今天的 《充外有乱听》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咯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欢迎来到辛勤音乐盒 很快就要到我们的节目尾声了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 对于皮皮来说也是一首意义非常重大的歌曲 大家应该都知道 现在已经五月底了嘛 快要六月了 六月初呢总是令人有点感伤 然后但是又很欢喜的一个时刻 就是六月呢都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毕业季 所以呢其实有好多的 我们磁中的孩子们啊 磁大的孩子们都在准备他们的毕业典礼 那我自己呢也想到 其实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是在磁中嘛 也在磁大 那有几首歌呢 是特别印象深刻的 因为呢光是这样毕业的话呢 就听了三遍 自己的毕业典礼听了三遍 然后如果是当再笑声的时候 可能就不止三遍了 所以其实有几首歌呢 我想我们的好朋友们应该也有一点印象 常常可能在这附近就是六月的时候 就会常常听到这几首歌 轮着被我们主持人们播放啊 就是一首呢就是成长 那另外一首歌是丁宁 那这两首歌 我自己是印象很深刻的原因 是因为自己毕业典礼的时候呢 在高三的时候 我们呢都会要上台 我们都在花莲的晋思堂的那个 奖金堂里面要做一个演艺嘛 就是等于是一个毕业最后的一个演出呢 也是把我们的一些毕业生的这些心情呢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展演 让在场的这些毕业生呢 一起有这样子的感觉 那也让这些家长们看到我们这些孩子的一些成长 所以成长这首歌其实都是我们毕业生 毕业生的孩子们在做在台上做的演艺 那另外一首丁宁呢 丁宁这首歌呢都是我们师长们 就是花一点花一些时间 然后呢在这个放学的时间 就是休息时间午休时间放学的时间 再另外抽出一点时间 然后来做这个首语的演艺哦 所以我那时候印象也是很深刻的是 因为国中的时候自己没有上台 因为我们都是那时候是都是高中的学长姐在台上表演 那我那时候就没有参与 可是在这个在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要毕业的时候呢 就有上台演艺 那那时候在练习这首歌的时候 就有听到我们的老师们 他们也有分享 因为我们我们在练习 然后也会偷偷听到有老师要去准备练习 然后就听到说 老师们说虽然演艺了很多次 但是呢还是常常会忘记这些小小的一些细节 所以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呢都会听到我们的很多师生们在最近呢都在做这个毕业的这个彩排 那其中呢有几个就是要准备这些演艺 那其实PP自己毕业那一年 除了这首歌有除了我们有成长的这首歌的演艺之外 那时候我们的毕业生也准备了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桥段吧 就是在台上做了一次这个演艺 那不是演艺这首成长 这首歌是《拥抱》 那这首歌我很喜欢 但以后呢可能再跟大家分享 但我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就是这首歌那时候我听到有一段时间都会哭 因为这首歌呢 它里面的歌词就很像是在描写 学生跟老师们或是跟爸爸妈妈们的一些心境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传达的很清楚 就是心中的话 但是呢透过一些拥抱 却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些感受 或是不敢讲出来的话呢 像是拥抱就传递过去了 所以这首歌呢之后如果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要分享这首是《成长》 那《成长》这首歌呢 就是像是孩子们要对老师说 我们都长大了 然后呢希望可以让在这个 这整条路上呢都是很感恩有这个家长们 还有老师们的陪伴 那所以今天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成长》 那也很希望祝福这群毕业生啊 当然啊不只是只有毕业生才会成长 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就是在生命中会不断的成长 只要自己呢是有不断的在紧紧 然后呢一直在一直在茁壮 然后一直去把自己可能过去的一些 每一天都要比昨天还要好 所以呢今天比明天要比今天好 所以呢这样子才会越来越好 这样一定都会成长 所以这首歌呢虽然说是要送给毕业生 但也送给每一位我们的好朋友们 祝福您在这个人生的路上 只要有一点点的成长都会越来越棒 那最后呢这首歌就是成长 祝福您在这首歌 曾经我的肩膀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 当你站上爱的高处 眼里充满着光亮 你终将离开山岗 追逐生命中的理想 成长路难免崎岖 不要迷失方向 曾经我的脚步 有您隐隐隐身 有您隐隐身有了陪伴 当我走上新的旅程 满心甘恩不能忘 我终将张开翅膀 飞向更宽阔的远方 成长路 不管多难 爱是我的行囊 我终将在这首歌 我终将有了陪伴 你终将有了际上 我终将有了际上 我终将有了际上 曾经我的脚步 有你隐隐善友和陪伴 当我走上新的旅程 满心感恩不能忘 我终将张开翅膀 飞向更宽阔的远方 成长路不管多难 爱是我的行囊 以你我的心为尘封的帆 以衬衫每位人 迎光明和希望 我们的未来 有圆满的爱 以非卑微道路 以吸收为力量 我的心为尘封的帆 以衬衫每位缘 以光明和希望 我们的未来 有圆满的爱 以自卑微的路 以吸收为力量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